热搜看了吗 徐凯谭孙玉这两人的名字放在一起 是谁的DNA洞了 近期在你好星期六节目里 谭孙玉和她的好闺蜜秦兰 加上一个无辜的帅哥徐凯 一起搞了个恋爱误会 不仅让大家笑得肚子疼 还让谭孙玉的恋爱传闻变得更有趣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这个误会是怎么逗乐全网的 谭孙玉和徐凯一起上你好星期六 为新剧做宣传 游戏环节里谭孙玉要给好友打电话 还得让对方说些特定的话 她立马想到了秦兰 电话一接通就亲密的喊 狗子在干嘛呢 这称呼一出 大家都感受到他们俩关系有多铁了 原来爱他们私下里就是这么互称狗子的 这种友情真是让人羡慕啊 游戏继续 秦兰突然问你谈恋爱了 这话一出现场气氛瞬间紧张 原来她以为谭孙玉真有新恋情了 谭孙玉赶紧解释 没有没有是距离的 我和徐凯在距离谈恋爱呢 但秦兰一听更急了 距离谈不够啊 距外也得抓紧吗 这话一出谭孙玉笑疯了 徐凯也无辜的被卷进来 观众可是笑得停不下来 这次误会里有几个小细节特别暖心 比如谭孙玉和秦兰的昵称 虽然简单但满满的都是爱 还有徐凯在通话里的微妙表现 虽然没直接说话 但那份默契让整个场面更有趣了 大家还特别关心谭孙玉的恋爱情况 毕竟她这么优秀 大家都希望她能幸福 这个误会虽然是个小插曲 但让大家看到了娱乐圈里难得的真情 谭孙玉和秦兰之间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 只有真诚的关心和帮助 这样的友情真是太难得了 而且这次误会也提醒大家 在娱乐圈这个快捷做的地方 能保持真性情 更难能可贵 看完这个误会小编心里暖暖的 真没想到现在的好溜走的是这种路数啊 你早说啊 早说我就不会错过这么多笑料了 往回看了好几期好溜 是看的完全停不下来的节奏 现在的好溜内容上更多是剧组的宣传 少了很多硬凑的客套直奔主题 这虽说各个节目都能宣传 但是在好溜的宣传却别有门道 咱们后面再聊 咱今天就好好盘一盘好溜 自今年以来贡献的有料名场面 电视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她是上学前匆忙穿鞋要回头看一眼的快乐 是陪伴一家人晚饭的幸福 是睡前陪热牛奶的温暖 而在你好星期六里 我难得找回了曾经的旷位 先来说说2024年1月27号这期 来宣传的剧组是在报学时分 一看这方向就是营销CP 于是又把咱伤筋动骨给请出来 答题环节提问 意想不到的吻戏前三名 何老师特地点名最抓马 高说完开始抢答 金进就率先举手 中气十足的吼出了四个字 道立接吻 是谁的笑声这么大 原来是金进旁边的孙晨俊啊 但是你猜他为什么笑 原来被各大营销号和网友 玩耿无数次的道立接吻 就是他演的 这跟被同时发现 我的小学无脑日记有什么区别 要是我估计下一秒就在看 怎么离开这个星球了 原片段除了动作令人肥琐思外 台词一上人摸不着头脑 张若南 我们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要怎么在一起 孙晨俊就这样在一起 于是光天化日下 啪 一个单手之称的道立接吻 这不就是新爷的巴黎铁塔 反转反转再反转吗 好家伙 新爷后继有人 没想到好溜 看着看着 还能看到不少国产剧的精华 同样 我很好奇 张若南是在什么精神状态下 答应出演的 更有开热闹 不嫌势大的吴磊 在一旁对着孙晨俊拱火 那是你啊 孙晨俊的我谢谢你 几乎是咬着后操牙 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声音 你以为笑脸完了吗 这可是好溜哎 在精进的建议下 孙晨俊甚至还还原了 道立接吻的名场面 与其说是他主动还原 不如说他是被吴磊和王兴月 抬起来的 他甚至都没有开口拒绝的机会 就被架起来了 他快碎了 我看到了 救命啊 被同事发现了小学无脑作文 他还非得让我当中浪读出来 牺牲孙晨俊一个 换取所有人的快乐 终于知道 内与那么多CP 为什么非得是伤筋动骨了 这是好溜导音组 在贴脸开大呀 笑完咱再来磕一磕 在暴雪时分 不谈剧中人设 单把赵金脉和吴磊拎出来 少年感到暧昧氛围 谁看了能不心动 对视提问测心跳的环境 明明还什么都没有说 我就已经开始全顾升天了 这氛围 我许久没见过这么好的阳光了 气氛慢慢上升时 我直接放大招 你有男朋友了吗 或者说 你看得出来我想追你吗 这句话问完 赵金脉心跳瞬间139 不夸张 吐蕃鼠怎么叫 我就怎么叫 最直给反应 上升的 那是他们的心跳 分明是我的 以及两人在最开始 顾左右而言 他就是不敢对视的慌张 牵手时自然的摩梭 是我执意要磕的 不怪他们 猛的一口 这种自然反应的糖 犹如仙品 在糖里还没反应过来 好笑的又来了 因为接下来挑战心动 对视的是杨迪和秦潇贤 别人是甜蜜对视 分为升温 他们是兄弟运功 仿佛下一秒就能 练成上乘功夫 而且我把好流翻出来 看了一遍 发现笑点糖点依旧 就近期而言 好流的名场面远不止这些 刘诗诗时隔11年 录综艺 所有反应 犹如一个耐于新手 但是这也是乐趣所在 毕竟有什么 比看一群 一人围着哀人 更尴尬 更好笑的事情呢 还有伟大勋 蒙眼后 仅用手摸鼻子 一秒别认出 那是范澄澄 看不出伟大勋 还是个手艺人 如此种种 还有很多 是充满欢声笑语的陪伴 在整个时代都浮躁 慌慌的当下 陈下新经营 一档节目不易 在竞争中 始终一心不乱的 坚持更难 但其实 真人秀 又哪有那么复杂 大到至简 真人 不过就是用最真诚 和放松的姿态 展示生活本身的 美好与快乐罢了 好流 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时间 并不长 今年年初 他们才刚刚在海口 完成了节目 两周年的庆祝仪式 没请嘉宾来的 全都是节目常驻嘉宾 他们像回家一样 用一期节目展示了 他们的团魂 和到家后放松的性质 泼水环节玩得不易乐乎 最后直接全员下泳池 甚至作为大家长的何老师 也参与其中 陪着晚辈们胡闹 闲眼包王和地出场时 还想着帅一把 喷了一头一次性的灰黑发色 你说 我怎么知道是喷的 因为 头发沾水后 他脸全黑了 对 就是字面衣裳的黑 这是在别的节目里 见所未见的 但是在好六 每个人都可以出球 都可以做自己 好六比我们想象的 要更团结 也就意味着 团队合作更默契 带来的就是团队之间的 抛梗接梗 密度会更高 跟熟悉的好朋友在一起 自然是说不完的笑料 好六现在 都以影视剧 综宣传为切入 这就意味着 你想看的剧组 基本都会出现 同样 好六也会对应 大众的节日 社会情绪 做出对应的主题 所以随之改变的 就是节目的形式 变得更加精简 内容变得更加集中 一期时长 掐头去尾 差不多八十分钟 好六的目标用户 一直是全年龄段 但是他一直致力于 将年轻的花样 年轻的热点 带给所有人 让所有人都在潮流中 找到互相信的闪光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总能在节目 播出前后 看到全网的讨论热搜 热文剧组的一举一动 都能成为 二创剪刀手们的素材库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 在好六宣传的特殊 极有趣所在 这个节目 会有源源不断的刮出现 这就是前文剧组 宣传上好六 最不一样的一个点 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体质 那就是暗流涌动的修罗场 当台下的不体面 成为常态 台上的和气 才值得琢磨 可对于观众来说 反复发酵的笑量 才是最醇厚的 又比如 你是我的人间烟火剧组 看着剪刀手们 对于元素材解析加讲解 我就像那瓜田里 上存下掉的茶 不管是考古 还是新鲜吃瓜 好六都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它似乎见证了 那余近两年的兴风血雨 这侧面印证了好六 确实是一个放松的环境 因为放松 所以才更容易流露 真情实感 以及好六为何年轻 我想 与节目的整体氛围 是密不可分的 你看节目的固定嘉宾是谁 何炯 谭剑刺 李雪芹 秦祥贤 王鹤帝 丁程兴 杨迪 吴泽林 在好六不存在咖位一说 唯一的何老师 像一个慈祥通情理的长辈 看着家里的一帮孩子 打打闹闹 然后随时做好了兜底的准备 这可能就是好六的温馨 放松所在 这才让艺人 以更生活化的形象 出现在观众面前 这还区别于他们的Vlog 毕竟他们的早晨 都是从一杯黑咖啡开始 在美好的光阴里 度过极其自律的生活 谁要看这种流水现实的营业 反而在好六 他们才有了人味 距离主角就必须所有人捧着 不存在的 你看 五蕾赵金脉被喷水的次数还少吗 你看徐凯不是照样被糊糊拆台 在平等的环境下玩游戏 又怎么会一言假呢 节目的松弛和自由 自然而然就会感染到看节目的观众 再说 一个人很喜欢好六的点 他能做到剧情和宣传是分离的 这其实也更符合好六年轻的态度 有自己的底线 我可以帮你说几句场面话 但是我不能真的昧着良心 我始终知道 我的一世父母是广大观众 而不单单是一部剧的粉丝 所以不管是从节目质量 还是制作上 好六更像是一张 让人放心的底牌 在一个比拼感官刺激的环境 能够专注于呈现本真 是一种难得的身子 我们不过也和屏幕中的他们一样 会吃笔和量枪 但始终自以挥杂笑声 使人共鸣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即它必然让我们感受到 真真切切的 人性美 缝扰到满意的生命力 还记得小时候对电视 如同朋友般的爱吗 只要心里想起 有一个心爱的节目 总在一幕后 等着陪你度过一段最好的时光 当下所有的乌云都能散去